大家好,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长者并不等于遗忘 从这个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老婆婆 她住在一个古老的城堡里 有一天一群强盗来到她的城堡里 然后呢,拉着她到狗旁边 用狗链来绑她 一会儿有一个小男孩走进狗旁边 他跟老太太说 太太,你还记得我的父亲吗? 那时候我的父亲被人捉摸 是你为他苦苦求情 后来我父亲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我把它藏在心中 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 说着小水虫解下了她身上的狗链 又从马厩里牵出两匹马 他们一起在风雨中逃到远方去了 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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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